万荣乡110年寒冬送暖爱新物资发放 14号在万荣天主堂举行 这次是由永育、实业、风光聚能等公司 号召七个企业和社团募集上款 采购了一大批的物资 委托乡工作捐赠给乡内弱势家庭还有机构 万荣乡党谷明光感谢企业爱新 也表示会把物资妥善利用 让企业的爱新发挥最大功效 14号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温暖了万荣乡民的心 因为有许多企业社团集结善款 采购了大批使用物资 委托万荣乡公所要发送给需要被照顾的家庭 乡长谷明光表示非常感谢 这个由来是有一次的机会 我们荣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文华董事长 他也是我们金银葫芦社的创办人 人家称他为CPApple 也是十字名归了 还有一个是风光技能股份有限公司 林俊成林董事长 他们的前提的员工来这里 由这两位发起之后 广邀了我们国内知名的成功的企业家 也最富有爱新 富而好理的这个团队 这一次爱新物资发放是由勇育实业 风光俱能 台湾七喜 中芯电工机械 花农校友会 富城生物科技 以及菊社教育 居家长照机构等七个企业社团 共同发起的爱新捐赠仪式 花莲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乡镇跟城市 那集结在大家的爱心之下 其实我们是想要做更多关怀部落的事情 那刚好跟乡长 我们也是跟林董的关系 我们在一次聚会的当中 他有需求说希望我们的 透过企业团体能够来捐赠 那精英福人社从创立到现在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13个乡镇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来到万荣乡 希望在这个样的活动 我们集结各位的爱新 跟企业团体的资助 能够把爱回归到我们万荣乡来 那将来万荣乡如果有更多的需求 也不令客气 乡长 你的后面有这一群的企业团体 来帮我们的所有的乡民来服务 大家说好不好 很高兴来到我们万荣乡 那我们这个是在地的厂商 那从进公司之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林董带领下 那我们的宗旨就是取之社会 用之于社会 那很高兴我们有机会 参与这次的活动 那感谢乡长我们的主席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来 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活动 爱新的活动 那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 在灰汗如雨的辛劳下 我们把辛劳化成爱 传递到各位的手中 让大家都觉得温暖 那以后呢 有爱的有需要 我们的地方呢 那就会有我们风光聚能 那有我们风光聚能的地方呢 就会有爱 这一批物资包括了 米、酱油、食用油、轮椅、 助行器、尿布、棉被、外套等 部分用品会放置在 箱内的文件站和引法关怀据点 有一些则是要送到 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当中 万荣相公所十分感谢企业的爱新 也表示会妥善利用这些物资 让企业的爱新发挥最大功效 借旅会网友相报道